明珊老師,各位參賽同學,大家好 我是編號第二號 今天我要朗讀的是 翠玉白菜 玉是一種半透明,具有光澤的美食 中國人拿玉來比喻美麗或分貴 是非常貴重的食材 為了不浪費材料 那科玉使用兩材作質的考量 玉將依照玉才的外型或色澤來設計製作器物 故宮伯伯院點藏的翠玉白菜 是量材就職的代表作 已成為明文中外的藝術品 一般而言,玉石支存著純白色 有些因為很有不同的金屬元素 會呈現翠玉色或赤色 翠玉白菜就是一塊半白半粒的 玉彩標程 玉將根據玉石自然天成的顏色變化 強妙地利用綠色部分 釣出繁純的菜葉 白色部分 釣出脈絡分明的菜精 白、綠的漸漸變化 渾然天成 有如一顆可以掐出水來 鮮嫩欲滴的白菜 更有趣的是 一將神來一筆 在葉片上端 邀了兩隻活靈活線都撕 彷彿隨時要正式飛起 讓原本靜太寫實的作品 多了一層生動活潑的氣味 翠玉白菜原屈自清城永和宮中的傳色品 永和宮在進落時 是光是皇帝的妃子 錦飛的氣功 相傳翠玉白菜是錦飛的嫁妝 政界嫁妝不只貴重 還印判著婚姆對出嫁女兒的祝福 白菜比清白 象徵新娘的純潔 公司俗稱綁織娘 能高聲名唱 且繁殖力強 用來祝福新娘多子多孫 翠玉白菜 貪稱武功的正反之寶 凡是參觀過的人 不如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彷彿他就是不光寶物的代名詞 這件遠近實名的巧妖 是公義美術史上的傑作 他吸引人們走進歷史的殿堂 享受美的洗禮 衛生國增添灰麗的色彩 值得細細品味 巧羅天宮的翠玉白菜 展現了玉將絕妙的想像力 他匯集了玉才天然美 和精湛的雕工 除了賞心悅目之外 還能寓意傳情 不但擺立出中國人的韓式 也充分表達千人的智慧 所以白菜可說是玉器中的真品 我的朗讀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